作为一个长期为中国制造业服务,尤其是为装备制造业服务的高级研发技术人员,我与中国制造型颖部里已经18年,从海外回来时候,也曾惆怅满志,满腔热情,本以为先进的科学思想,世界领先的检测技术能真正为处于弱势的中国制造做出一番过线。 可事实证明,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,01不重视核心技术,太过重视营销,制造及制造的结果,产品,追逐市场,或许市场占有欲,获得市场尊重本无可厚非。 但任何事物一旦过了,走向了极端则有了大问题,几千年来,有了商品交换,其实中国一直存在着市场经济,不过市场经济的特质,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,界定的这般模样罢了。 自古以来,好产品之品牌大多靠基电,靠市场传播力。 锦而正的陶瓷,熄乎的龙井难道,不是市场经济,让您和世界知晓的吗? 锦而正的瓷器,熄乎的龙井客客有名的知名度,难道不是靠核心技术及质量取胜,一个又一个,一斤又一斤都卖出来的口碑吗? 请不要过度的渲染所谓的市场化,请勿过度的依赖所谓的市场营销。 当营销人员漫天飞的时候,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,你的户儿真不怎么样了,百年老店有哪一家不是依赖核心技术与品质取胜呢? 即便新科技,新技术的产生,同样无法离开品质,否则这样的新技术和新科技不会被人们尊重。 最后还是一场空,本末道具,最后还得回到原来,根本就是根本,枝叶就是枝叶。 02被管理死的中国制造,本人在国外是从事先进制造研究的。 德国,法国,美国,日本大大小小的供应商见过无数,有一些供应商规模天人,万人,有的供应商几人,十几人,走遍了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大国。 强国,也没有在中国供应商那里听到的一个词汇多,这词汇便是所谓的中国企业家们挂在嘴边的管理。 在德国和日本,优质的零件和部件制造商,工厂,公司的领导,干部并不多。 即便有赫赫有名的整机厂商,也没有那么多人服于市的管理人员,也不会机构重叠,部门林立,一堆部长,经理,还有这种,那种的。 在制造强国,技术是最被尊重的,对技术的领悟能力和创造能力是被受尊重的。 你看公司产品很好卖,不需要推销的就很好卖,你的薪酬一定比别人高。 你发明某一种工具,让产品生产质量稳定性大幅度提高,产量大幅度提高,国外企业老板敢把获得利润的一半与你对分。 这是尊重事务本质的表现,这表现相当好,老板会算计,假若不是你,他这一半利润也就没了影子,干嘛不敢分呢? 而我们的中国制造企业呢?一堆的管理干部,人浮于是,没边没腹的管理学,可以不负责的天天讲,月月讲,年年讲,好好干活的人,谁愿意被管理,有创造力的聪明人正忙着要换您的产品,想着下一步新产品,如何更加受市场和客户欢迎呢? 03企业和员工互不信任,企业和员工,劳资之间世界范围内是矛盾题,但多数工业国家之间的导资关系,并未像中国企业这样说不明道不清。 在中国制造型企业,跳槽和不忠诚现象举是罕见,老板和领导对下属和员工不信任同样举是罕见。 中国制造很难聚集成群有职业操守的职业人,招募来大部分是为了饭丸的打工者,所以抵日本企业来评判中国制造企业。 中国企业团队更像赶集串小钱的一群农民,而不能说是训练有数的产业团队。 在中国制造企业里,为了多两百元,可以将一份好好的工作顷刻之间甩掉。 看到企业有困难,没有几个人愿意挺身而出,又信仰和信念支撑自己与企业共同前行,当恶习成了规矩。 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一贯性、完整性、技术接电性,毁掉的还是一批又一批制造人的精神家园。 工业尤其是大工艺一定的强调连贯性、计划性、技术队伍的提升性。 因为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式的思维方式,在主导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。 所以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产业团队的创新创造能力方面,面对工业强国的优质产品大多不堪一击。 只能扣制次价低强夺低端市场,企业管理阶层的问题更多,他们对企业员工的最基本信任都没有。 当然换不回员工对企业最基本的认同和信任,对人才视而不见。 对未来没有信心,做企业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,招聘条件几乎极攻击力到了极致,大多强调现在产品行业经验,根本不想对员工做出潜能的挖掘和连续的培养。 国旗如此,此旗更加如此,零四贯坏了采购人员,中国制造还有很多可以让人痛恨的坏毛病,坏风气,最应该变态的是采购和采购人员的素质低下问题。 或许中国制造因为产业低级,客户难得,把一些稍微有市场垄断能力的,又品牌效应的企业采购人员换坏了。 一些企业,特别是私人企业老板们,愿意从家族中间或亲信中间选拔采购人员,美名企业防止腐败,一些国企领导顺致有意将采购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,还告诉,这是非缺优,你要好好干,要优人一点优,你的员工老张老李可以吃回扣,高腐败,难道你的小舅子,小姨妹就不是人了吗? 使人就可以是贪婪的,就可以是重力忘记的,为了防止腐败,就搞招投标。 结果是越招投标越腐败,把使用者和技术人员排除在外的招投标,对招投标没有监管的假公正,只会让腐败穿上合法的外衣。 05对知识产生不尊重,深入了到中国制造的病毒还远远不止这些因素,倘若,不及于排毒,今后的中国制造依然不会好转,脚通至脚,头痛至头的方式无法解决中国制造,由来已久的根本恶提。 我在此要特别指出,制造的仿制问题,山寨问题,投机取巧等问题,其实归来到底就是对知识和知识产权的严重不尊重问题。 想当数量的企业,对技术的漠视,对技术方案的不尊重到了令人发展的程度,老牌技术公司已经被骗怕了,通常不会当真,不给钱不干活儿,是唯一准确的选择。 科兴成立的科技型企业,研发设计公司一看大公司,青睐于自己,谁敢怠慢呢? 熬动首页几个月的详细技术方案,从邮箱里一发出去,后来的五年再无任何消息了,还能有什么结果呢? 被骗技术方案了,这样的敲警,我想很多搞研发和设计的朋友就遭遇过吧,零有忽略产生本身,优质的产品, 负责任的企业价值诉求符合全人类,企业就是企业,产品就是产品,不是其他东西,不需要打感情牌,也不需要狭隘接近的民族主义,零起权力寻租,用人类商业活动,就有市场行为,什么叫市场经济,什么叫商业,这本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,偏偏很多简单的问题,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无比复杂的问题, 你是某汽车国企的老总,就可以叫亲戚在外开一个零部件厂,把自己的权力,入股形势,在这家供应商里大把获得利益,钱自然不会打入学名职的银行卡上的, 在这家供应商股东名录里,也绝对看不到权力入股的这一位影子股东的,当然这家被总场和客户包容和保护的零部件制造企业,一般来说是不可能从别的优质制造企业采购相同零部件的, 即便别家企业多次被寻价,被做方案,我打的比方,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非常普遍,以至于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各种系, 但来因最具备市场经济,活力的民间资本,个人和小团体创业因子,只能被排挤到做利润最薄,最辛苦的活, 赚钱的买卖要么属于专控,专卖,要么就被各种系牢牢把控着,买几供给螺丝钉,卖几套钱工工具都可以全规则,这样的中国制造有什么可值得炫耀? 说到这里,我斗然同情起山寨别人产品的草根企业了,倘若不去山寨,是不是无路可走呢?真有可能的,于是全民电商,创业就只能搞电商了, 要不就去拍一个服装店,小吃店,搞不下去就往铺转绕,继续让绑地产祸害另外一个创业者, 结语,中国制造魂于此,使你亡,清朝的砖,汉室的软,宋明的陶瓷,金石的茶,或去伟大制造之魂已被摒弃了,魂被破散了,没有伟大理想和信仰支撑的中国制造,没有工匠精神承载的制造, 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山寨路也没有灵魂的野鬼孤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